歡迎光臨 房子是怎麼買中的 然後它的是有包天花板 沒有包天花板 就看得到主機的還是那種 釣影藏在裡面 看得到主機 那好 那個比較簡單 好 我這邊價錢報給你稍等一下 這個含飆鞍 飆鞍鞍中的話就銅管水管5米一排 所以總共有10米 然後如果價值的話 一般的鍍芯價是1500 如果是白鐵價機器比較重 需要白鐵的話是3000 這樣子 這是額外的 這樣子 那基本上如果銅管有超出這個5米 1米的話 大概是落在400到450 這個要看管境 就是大概場景是這樣 要看當場 當場就看 對 現場它倒是會量給你看嘛 就是量給你看大概是多少米這樣子 然後這個都是自然排水 如果你的排水沒有辦法排水 會加裝排水器 那排水器又會有額外的 一排是1500 對 但是正常都會裝排水 排水器通常是 你說這個是室外機的那個價值 對 室外機有一個鐵架嘛 當然如果你是落地落在地板 或落在陽台上 就不用收費 那它本來就有鐵架呢 但是因為本來鐵架 通常來講你機器太換的話 鐵架下面螺絲有可能生鏽 有可能它沒辦法酸開 都要鋸掉 通常冷氣換鐵架還會一起換 對 因為第一它冷氣就是10年左右 反正舊的那個鐵架 是不是會拆掉 會拆掉 它會幫你拆掉 那你說1500是 這種是一般鍍芯的 一般鍍芯的 這是白鐵的 就差異 如果機器太重的話 例如說7.2KmAh以上 可能就是要白鐵的 對 那建議啦 其實5.0KmAh 像這個最好也是用白鐵 當然如果有預算考量 動性也是可以 只是價值的不同 然後這個 你們那個都有 不會是危險安裝 要人居居 這個就是到時候會看現場看 因為如果說正常來講 會做鐵籃 你知道吧 其實它會做那種 你看有人家外面會裝那種籃子 師傅才能踩出去才能裝 不然的話 這種情況 他們就要裝在譬如說 檯面上 譬如說你的窗戶在這 它可能架子就打在你窗戶的那裡 你都看到要室外機 但是這樣就會比較醜 對啊 你看他們有裝鐵籃 這鐵籃 這應該是原本 你們看你們有這個地方可以站嗎 有啊 我們有 這個就是原本的架子 它就放在這邊就好了 這個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架子 有型的架子 了解 對 它有另外裝一個架子在那個上面 那有些人是直接拴在上面 這個就沒有這個額外架子的費用 他看個人啦 這個可以到時候現場在看狀況 反正要架子就是有這個 沒有啊 人沒灌 我看他們都是走這邊啦 基本上它抽的話 洞應該都可以拔掉 那有沒有放架子 主要有什麼差嗎 有放架子的話是共振啦 其實你這個應該要落地架就可以 或者就拴在地上 有一種落地架就是塑膠的腳架 電高 就800塊 那個主要就是防震啦 因為你想 有些人的話他們是把它放在 拴在鐵架上 那鐵架上你不是有運轉 就共振就 這樣子 那裝這個架子的目的就是讓它 不是架在那個上面 才會有更正 而且我想請問一下 是 我在網路上或聽外面的人講 我要買冷暖 為什麼就是都不會有人推薦你們家 冷暖嗎 冷氣可能有些人推薦你們家 但是我只要一問到冷暖 人家說 就是怎麼樣講都不會講到你們家 應該是說其實冷氣機跟冷暖機機 其實只插在一個四通法 它其實冷氣的構造是一樣 只是加放了四通法 讓它可以做冷熱的交替 可能是因為比較常 因為我們這邊有遇到 有人網路上說 暖氣機運轉聲音會比較大 對 是外機 原因是因為 因為你暖氣機在剛作動的時候 它其實運轉聲音確實會有風震傷 會比較大聲 但是當你到達了恆溫了之後 其實它外機是跟冷氣是差不多 只是剛運轉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像 有點像飛機直升機那種 嗯嗯嗯嗯 高頻的運轉聲 但當它到達恆溫 壓縮機開始緩慢運轉的時候 其實它那個聲音就會浮現 那你說大家為什麼不推 冷暖機機推我們 其實冷氣 我看到冷氣 真的有少數人會推你們家的 對 其實因為現在應該這樣說 冷磚的功能跟冷暖的功能 其實冷磚是 台灣人為了要把低價的東西引進台灣 才去做冷磚 對 如果你有去國外 你去歐洲 你去日本 你去韓國 大家都冷暖 原因是什麼 就像進口車概念一樣 你標配就是這樣 那你為什麼搭來台灣 要把配備拔掉被選配呢 就是因為台灣人想要 不需要暖氣 它又覺得說 我機器可不可以便宜一點 才造就出它把石頭盤拿掉 產生去這樣的產品 不然其實 體驗上來講 因為我們台立市就是這樣的公司 連東芝的通膠都是我們 我們一律都是冷暖 便宜一點 我們沒有說 就是還要拔中拔西弄一些什麼 就是冷磚的功能這樣子 售後服務上應該很穩 售後服務的部分 除了全省我們有 我們自己的配合的師傅 對 那配合的師傅 它其實跟東芝是同樣的配合師傅 就是我們東芝通膠 那 簡單來說 現在冷氣機 最容易壞的就是 機板跟風扇 打打這些 簡單的部分 我們這些師傅 他們就會去服務 但是如果真的 有一些像是 系統問題 漏冷的比較複雜的 那我們就會派我們 北中南的一些 山空的師傅去 這是我們做的另外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開地本身就是做大型空調 還有一些 做我們的東西就是用料 金屬的面板 還有裡面的漆片都是很 最後一個請教一下 我們本來看的是 白天跟日立 你有看過它這個 5.2的加強 5.0 然後1對2 是3屏到4屏 其實就差不多 可是他們的價格是53 而且53是網路價 網路價 網路價都會比較便宜 那沒辦法 網路價 我跟你講網路報價是這樣 網路的施工 一定會比外面經銷商來的便宜 因為它是老外包商 安裝廠商的話 我們都是有配合的經銷商 或者是空調工程商 比較多空調工程商 原因是因為我們本來就是 都是做規劃案 例如說我們都是做一些店鋪 或者是個人裝潢 這種 你看我們很少在經銷商 確實我們當中的思路 一定會比較低級 但是價錢的話 其實你在這邊不管怎麼問 都不可能會比網路的低 絕對 網路不可能 今天早上有一個MOMO的產客才來找我們 因為我們在上面也有放 我們在上面賣的機器是三年保固的 對就是保固比較低 但是也是確實賣出去 20台裡大概就會有2、3台的問題 2、3台裡有問題 我們就要去歸咎 我們原廠去看 大部分都是系統沒接好 喇叭頭沒搭好 造成漏冷門 或造成不冷 但是這沒辦法的事 因為通路總是有它的需求 那種通路就是有高木荒 然後高的數量 所以我這樣說對不起 因為我們消費者 如果是一樣的東西 我們這樣怎麼會想到網路訂 對 我跟你講 其實 如果以現在家電市場來講 空調這個產業 7成還是靠經銷商 跟空調工廠來做 但是如果你像冰箱 洗衣機 電視這種 插電性產品 沒有安裝技術的 網路的銷售量 已經達到了6成 你懂嗎 所以為什麼空調這個產業 還是現在有這麼多工程公司 經銷商在賣 就是因為他們有他們的技術 才能賣到這個價錢 那你 你如果說冰箱 這些東西 我會覺得你真的網路上 一定會比較安便宜 因為真的 他們網路會切一些 特別的機種 賣 然後你經銷價錢 有點倒不上 因為那個就是 現在也不好賺 但是空調這一塊 因為還是有它的技術在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人 還是要找一些 你看 路上有大驚的 跟爭業啊 高客先生 因為我 我就是因為注意到開力 然後 因為我看到一些文章 一些說明 有少數的人 就很推你們家 對 所以我特別想來看 了解 那 我站好上來看到 一些這樣叫做 對 開力品質又好又便宜 但是 我接著來才發現 欸 差不多的規格 跟台機沒有比較 價格上沒有比較 我們找最小的啦 我們看這個銷量 日曆一對二 六萬二 這是漲價後的 對對對 兩個禮拜後突然漲價 兩個禮拜前 你看我五萬三 我剛看好像又降回來了 你剛看它又降回來了 對啊 五萬四 對啊 這個五萬 欸我看2.8 對對對 它是5.0 它這台我知道 它這台是做那個比較小台 這台5.0 對對對 因為我們只有三瓶而已 那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是2.8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們價格上 差它很多 那我一定會挑你們 但是我沒想到 幾乎沒差的 你知道嗎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詳情 因為冷氣機 你要看它下面這個 它的收費表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也直接講 對不起 我們沒有惡意 就是說 外面推的冷暖 人家在跟我講 不用考慮別的 就買大金 只要講到冷暖 人家就說去買大金 對 因為應該是這樣說 大金 其實冷暖 我去加熱服 他也推喔 因為加熱服是有註點 對 我的意思是說 我說我要買冷暖 他就說不要考慮別的大金 我說他如果冷呢 他說冷你可以挑 他說 他說Panasonic啊 日立啊 你就可以挑 我說 可是我在網路看它開立 為什麼你不推進開立 但是你有好事多的考慮對不對 對 好事多現在有時機去 他那台是有接冷暖的功能 時機是可以冷暖的 對 你可以純純看 但是只有內湖的有裝暖器 你可以下次有空 你繞去內湖看看它的暖器 因為那台是2.8的 就會跟你這個接的是一樣的 你就可以看它的暖器 我這樣說 聽完你講冷暖的功能 我覺得我信任你 我覺得開立 經過你說明我更認識它 謝謝 我說真的我信任 但是我現在這一關過不去 我就說 為什麼 價格上會幾乎有什麼差別 因為價格來講 它的這個是 它這台大金 它這台武林是特別做的一個機型 對 它是做這種小房間 2.3 2.3機型 所以它的室外機跟室內機 被有縮小 這台我知道 它是2.3 我們是2.8 所以我們順速其實是大它一點點 對 所以 這個 我 我 對 我知道 我說真的 因為 我也不跟你談 太為難你 因為 因為那個落差太大了 對對對 但是當然 我有看網友 他在網路上比價 他說的冷氣跟 你們家的冷氣 那個價差是1萬塊以上 然後他就很推薦大家說 為什麼不買開立 買開立就好 又便宜就好用 對啊 他開 他講的應該就是那個 因為我們之前有做促銷單排一堆 所以我 所以我特別來 一定要來你們這一堂 我們看 了解 我們的G7在那邊都有啊 我們剛進來 第一堂就來看你家 對 沒問題 如果給我們機會 這個我在想辦法去這個 我剛剛說的 其實大家都大同小異 只是 施工的話 因為 其實我 我跟你講 就算你真的要裝一堆 去多找一些大精神鎮店 或你回到工廠去比 因為施工真的有差 尤其是你一堆二 你想喔 你是兩個回路喔 兩個系統 冷氣為什麼用到最後 有人會說 為什麼會漏冷煤 要不要不冷煤 其實就是沒裝好或漏冷煤 我知道 我這樣說啦 對不起 沒有而已 我待會去Diking 我會問他Zeta 如果他現場可以給我這個價 你就會 對 對對對 但是他覺得 那等一下現場如果問完不行了 你再回來找我 我跟你講 他現場一定不可能這個價錢 我覺得絕對不可能 聊聊看吧 我真的覺得不可能 但我穿這衣服不太清楚 所以大哥你們真的去一下 好 那你們喝個水吧 好不好 雅光雅 雅光幫日曆站 然後旁邊隔壁也是雅光的 廖淳明 他的那個投資的 要練功衛的 然後我們有對到三 對到四 最大台有到13K瓦 可以四台 但是我 像我如果空間允許 還是 四個房間還是對位對位吧 對 或者是 或者你說客廳一台 一對一 然後一對三房間 因為客廳通常是單獨開 房間大家繼續睡覺 可能一起都會開 這樣子 看怎麼搭配 對